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自然的动物植物有更新的交流互动跟沟通 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多人类并不知道的事情就会逐渐发生 就像病毒 来自自然界的病毒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在2003年SARS的那一年三月份正式开始了展望的第一年演讲 我想好多跟我们展望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可能都记得 2003年的三月第一场上台 我那首主持就戴上了口罩 而我们第一场演讲是陈建仁教授做我们的演讲者 谈的也就是SARS 到了今天17年之后 病毒又再次的扰乱了我们的社会 可是话说回来 人跟自然界持续接触互动下去 这种事情会不断的发生 这个不是第一次 新冠肺炎不是第一次 也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 人类就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学着如何跟大自然和谐相处 不过呢 这个新冠肺炎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发 两层的意义 第一层意义 我们听到有好多人说 我们有好些人 希望地球上有青山绿水 有干净的环境 人类自己做不到 病毒做到了 我们希望各个家人 能够常常聚在一起多多相处 人类做不到 病毒做到了 很奇怪的是 病毒给我们的影响是多层面的 可是从另外一层意义来说 底下这层意义呢 听了人类就有点不是滋味了 是什么意义呢 我们认真的思考 从上礼拜赵峰老师讲过的 跟过两个礼拜魏国燕老师会说的 我们知道地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五四大灭绝 而现在进入到了第六四大灭绝 在这第六四大灭绝里面 跟前面的火山爆发 前面的陨石撞击不一样 第六四大灭绝是人类主导的环境改变 而在这个灭绝的过程中 许多生物因为人类改变了环境 无法适应生存 就纷纷消失绝种了 那我的反思是什么 人类对其他生物来讲 是不是一个有莫大威胁的病毒呢 的确是啊 人类不断的自我复制 不断的扩张地盘 只要有缝就钻 分不到世界各地去 走到哪里 对那些当地的生物 就会造成了灭种的危害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话 如果我们不希望病毒真正的影响 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 怎么样跟大自然和谐相处 让人类对别的生物不造成威胁 也能够减少自己在大自然里面 所受到的影响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很高兴 请到了林坚和教授 这一阵子也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大家常常在电视上广播上 看到跟听到林坚和教授 今天我们很高兴 请他来到了现场 我们请林教授 开始给我们做演讲 欢迎 谢谢孙馆长的介绍 那我非常荣幸 今天有机会来这边跟 大概是我演讲过 就是人数最少 但是也可能是最多 在线上可能人比我 平常演讲的人数都还来得多 那我知道这个系列 就是人类式的末日预言 那我们今天就是 刚好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把它叫做试剂的瘟疫 那这个名词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其实比尔盖茨讲的 他是说这个我们碰到的新冠肺炎 他是一个试剂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传染病 那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威力 能够让像比尔盖茨这种人会做出这样子的评论 那我今天就会来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那其实刚刚孙老师有讲到 我第一章就是讲这个 因为我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的展望 我特别把它找出来 就是第一场 展望的第一场 就是那个时候陈建仁老师还在我们研究所 跟他是同一个所的 那他的第一场就是在讲病毒与生活 从令人色变的SARS谈起 这个讲座的第一场 然后17年后 那时间也很有意思 时间是4月18号 如果各位稍微对这个SARS的 这个济世有一点印象 再过那一天再过一个礼拜 就是和平医院的风月 就是4月24号 就是一个礼拜后 所以在这个时候是 我们还以为台湾控制还可以的时候 但是后来就爆发了一连串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那17年以后我们学到什么 那因为讲末世 那我来review一下这个 我们其实电影里面都有很多这种 所谓的末世的预言 那这个是我刚好前一阵子 有一天晚上就打开电视 然后看电影台 就不约合同好几个不同的电影台 他都在播这个跟传染病有关的这个电影 那就是包含有韩国的 这个是叫做失速列车 然后这个是末日之战 跟比如说全境扩散 其实很多不只这几个电影 那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电影里面的传染病呢 他大概有一些特征 有一些特征 我稍微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他讲的都是一个所谓的心形的病原体 那很多可能是突变的 那这跟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是 有点关系的 那这方面是吻合的 那比较有趣的是 在电影里面他所描绘的这种 传染病的这种发生 他大概都是用一个 很多时候他们叫Zombie 就是像这种活尸 然后会去攻击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但是在 这个就跟现实生活不大一样 那不过这个也会影响很重要 就是说 因为他如果是一个活尸的话 基本上他被感染之后他就会 基本上他就是永无止境的 可以一直传播下去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到 就传染病他能够传播的时间 通常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不会像这样子 就算死了还会继续传 那另外一个电影里面的特色是 这种传染病的 电影里面的传染病 他的传播速度常常是 我把它称之为奇快无比 奇快无比 那基本上 大概受到感染之后 很多时候在电影里面描述 就是用咬的 咬一下就被感染 那感染之后呢 大概最多几分钟 大概很多都 大概就是用秒来算的 那就会开始传播 那然后所以很短的时间内 就是有的电影会描述 那个世界地图 就是啪啦一下全部都是 都是红的 那这个也是稍微比较 比较奇特的 比较夸张的一点 那再来是大部分的电影里面 最后都会提到 就是大家都在找寻找解药 或者是寻找 疫苗这种东西 那这个跟我们 现在碰到的情形是比较 比较类似的 所以有一些是类似的 那有一些是 还稍微比较夸大 但是大概从这个电影里面的世界里面 我们大概一窥说 如果一个真的很恐怖的传染病来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那大概以我们的 差不多生命经验里面 这次这个新冠肺炎呢 它大概就已经 跟其他的比起来 就是一个插可泥 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味道 有这样子的味道跑出来 那在讲新冠肺炎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刚刚孙馆长也有提到 其实这个新冠呢 它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那这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这位Tony Fauci 佛奇教授 最近应该 大家也常常在媒体上看到他 因为他是基本上就是白宫的健康相关 特别是感染症的最高健康顾问 那他在2004年的时候 其实更早 他就有整理出我们这个全球 所面临的这个新兴跟再兴的一个传染病 传染病 可以看到不限于是特定国家 或是特定的州 其实他基本上这个感染症 他的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有可能是开发中国家 也有可能是已开发的国家 然后呢 传染病的这种病原体 有一些是我们讲的细菌 像这个 我自己在做的是肺结核 Tuber-Coast这个是细菌 那也有一些是像是病毒 像我们的这个SARS 所以是细菌跟病毒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病原体 都有可能 所谓的以猩猩 猩猩就是 真的是刚出来 或者是再新 本来在人类社会里面已经久了 但是他用一个新的形态 比如说 用一个抗药性的一个形态来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传染病 对人类 它的影响到什么程度 那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计划 叫做全球疾病负担 基本上就是盖茲基金会 他们去赞助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就是去用一个比较科学量化的方式去统计 全世界的人类 那接受 遭受到这个最大的健康的威胁 是哪一类的疾病 所以蓝色这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慢性病 就是非传染性疾病 那红色这一类呢 就是主要是传染性 跟所谓的附幼卫生 那绿色是这个跟事故伤害有关的疾病 所以它的这个size越大呢 这个面积越大代表它的这个影响越大 所以可以看到就算是 现在我们在21世纪2020年 我们的人类 也许我们平常以为说 我们大部分的 就算这个是在新冠出来之前 我们大部分的疾病 的确是这个慢性病 但是如果你就全世界看起来 这个红色的这一块 跟传染病相关的疾病 像是这个结合病 呼吸道的感染 就是像肺炎 涅疾 艾滋病 脑膜炎麻疹等等 这些都是 还是对人类的健康造成 很大的危害 那这个是看的是全世界 如果你进一步去看的是 所谓的低收入的 这样子 就是比较健康照护体系 比较缺乏的国家 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一块 就是感染症 它的影响就相对来讲 就大的非常的多 甚至跟这个非传染性疾病 比起来还更超越 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地方 还是在面临到这种 传染病的很大的威胁 那你可以想象 在这种地方 如果像新冠肺炎 这种新兴的传染病 跑到这些地方 它造成的影响 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大部分 很多的流行病学家 一直在密切注意的 因为现在虽然 都是在所谓的开发中 欧美亚洲 这些高收入的国家 但是已经很快的就跑到 这些低收入的国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新冠 新冠它的病毒的名字叫SARS-CoV-2 2就是跟2003年的SARS 做一个区隔 那左边这张图 是用穿透式的电子显微镜 去把它做一个描绘 所以这是它的真实的一个形态 是从美国的一个得到新冠感染的病人身上 所分离出来的这个病毒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 它所谓叫做罐状 罐状病毒的意思 因为它的这个表面 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集图或是图集 Spike protein 那它在电子显微镜 下面就会出现这种 一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影像 那好像是一个黄罐 就是乍看之下好像黄罐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罐状 Coronavirus就是一个罐的意思 黄罐的意思 那右边这张图 则是用这个所谓的扫描 的电子显微镜 它去看 这也是真实的影像 那这个是 红色的这个是我们的细胞 细胞 那它是一个被病毒感染之后 就已经正在凋亡 正在死亡的细胞 那这个细胞上面 这个黄色的这个小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SARS-CoV-2 就是这个新冠的这样子的病毒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 这个病毒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 它的size 是比我们的细菌还小 它是用这个nanometer来算 nanometer来算 但是这么小的一个病原体能够对全世界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病毒造成大大的影响 那也许我们可以来想一下 我们其实有好几个做传染病的前辈都跟我讲说 当你在研究传染病的时候 你要试着从这个病毒或是细菌的角度去思考 就是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演化 会有这样子的行为 那什么样的病毒或是什么样的病原体呢 它最适合生存 那其实讲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SARS-CoV-1 病毒它其实根本连一个生物都还不是 它是介于生物跟非生物之间 因为基本上它脱离这个它的宿主 脱离这宿主的细胞 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复制 自行的复制 所以它必须要靠 类似这样子寄生 利用宿主的这个细胞里面的器官 来去帮它进行复制 那它的生存策略会是什么呢 那我们一般想想看就是说 它应该是传染力越高越好 就是越会传 应该它就越能够繁衍 越能够复制 可是很多时候如果它的传染力高 意思就是代表是它的所谓的这种致病力 也会来得高 那致病力高它的代价就是 应该说它跟随而来的情形 就是它的所谓的致死率也可能会偏高 所以高传染力高致死率 这个对它好吗 或者是低传染力跟 相对来就是低致死率 对这个病毒比较好呢 我们乍看之下好像是 它越会传好像是越好 可是你想想看那些 历史上面非常会传的这种传染病 我讲一个很有名的就是伊波拉 伊波拉它的致死率呢 在它很多次的爆发 在很多的爆发里面的 它的致死率将近到五成 也就是说被感染的人里面呢 而且它会在很快的时间里面死亡 那这么高的一个致死率呢 其实对它来讲呢 是对于病毒的繁衍跟复制 跟这个传播呢 反而是没有这么样的有利 因为它可能很快就传不下去了 所以一个你可以想象 就是如果你是在 假设你在设计一个病毒 要怎么样设计它的特性 可能是传染力有点强 又不要太强 就是它一方面又要能够有效的在 它的宿主之间传播 因为传染力太低 它就传不出去 一方面它又不能太毒 太毒的话呢 宿主如果死得太快呢 它就没有办法传播下去了 那今天我们刚好看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新冠呢 刚好它就是很多我们做传染病的人 都觉得它是有点快要接近 是完美的武器 它基本上它的传播力又 算是相当的够强 但是它又致死率又不会太高 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高传染力 但是是低致死率 但是它的低又不是非常的低 它的低大概 比如说零几几个percent 我们目前的认知 其实对人类来讲会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我们从很多的先进国家 这样子医疗系统的这种崩坏 跟过度的负担就知道 它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流感 也更不是为什么一般的感冒 好 那大概今天我们大概就来讨论 这个新冠 广义来讲就是新兴传染病的 几个关键的公共卫生的问题 那我把它分为三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 它的传播力到底有多强 那跟它是如何来传播的 它传播的这种特征是什么 那再来是我们会想要知道 大家都会想要去问说 一旦这个新的传染病来 这个疫情本身呢 会如果你没有做很强力的介入 它会变成多么的严重 那最后呢 当然我们就会想问说 我们想要控制这个疫情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什么样的防疫措施 那我们的力道呢 防疫措施的力道要多强 那跟这个防疫措施 现在大家在讨论要维持多久 所以大概这三类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碰到新兴传染病 那公共卫生学家 特别是流行病学家 首先要问的这三个问题 那基本上在过去三个月来 有很多的科学的讨论 就是在集中在这三个面向当中 那我就一一来跟各位介绍 那传染力的多强的一个指标 跟一个基本的测量呢 那最近大家应该 因为媒体的关注 大概会有一些些的认识 那就是所谓的基础再生数 那基础再生数 在英文里面 它会用一个R 然后再用一个0 那不过在英文 他们会比较常念说 叫R0 R0 那这个基础再生数的观念 其实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直观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一个指标个案 就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个案 它今天如果在一个完全都是 易感受 就是完全没有免疫力 完全没有抵抗力的这个族群里面呢 平均在它的整个病程 所以注意是在它整个病程里面呢 平均能够造成多少个直接感染 所谓的直接感染的意思就是第二波 因为第二波还可能会有第三波 那这个基础再生数呢 我们的意思指的就是那个第二波 能够被感染的人数 那所以这个基础再生数呢 它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 就是它的数字 是大于1或者是小于1 那基本上如果是大于1的话 不管你是1.5或是2或者是10 只要它是大于1呢 这个疾病呢就很可能会扩散 而且可能 有这个可能会扩散的很快 那相对来讲如果是小于1的话呢 疫情它本身就算你一开始可能有蛮多的个案 但是它它的趋势就会朝向 所谓的这个灭绝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好那什么样的决定 什么样的因素会决定这个基础再生数呢 或这个R0呢 基本上它的 它有三个因素会决定这个 传播力的强弱 第一个就是说单位时间里面 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接触的频率 那这当然要看你是哪一种传染病 那新冠它是呼吸道传染病 所以这个接触指的就是像这种近距离的 能够人跟人之间讲话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 那除了接触之外呢 每次接触不一定会产生传播 所以第二个因素就是说 你每次接触之后呢 会产生感染或是产生传播的几率 比如说十次接触里面 有一次会传播 或是十次接触里面十次都会传播 那最后一个也是相当重要就是 因为R0指的是他在整个病程当中能传给多少人 所以这个病程本身的长短 这一个人他生病会生病很短或是很久呢 就会影响这个基础在生素 所以刚刚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个 如果他死掉后变成这个僵尸还可以继续传 那他的病程长短就是无限长 所以这个疾病当然就会非常的恐怖 好险我们目前为止 人类还没有这样子的感染症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历史里面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人类已知的重要传染病的这个基础 再生素 那这里面的冠军 这里面的最恶名招账的其实是这个麻疹 那麻疹是大概是我们已知人类 各种传染病里面他的再生素 最高的一个疾病 那大概蛮多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说 一个麻疹的个案 平均可以传给15到20个人 直接传给这样子的情形 那所以基本上一个麻疹 只要特别在现在我们疫苗施打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情形 一旦有一个个案 它是非常容易传给传给别人的 所以像这种的麻疹这一类的疾病 它是不靠疫苗 是完全没有办法 不管你是封城 就是没办法 那跟它类似的像这个百日咳 百日咳也是大概是10 10的这个range 然后跟水痘 水痘也是大概一个人可以传给 10个人 那水痘跟麻疹在台湾 其实都还蛮 还是有在 偶尔会有一些爆发 像最近某些学校就跟我讲说 水痘的这样子的爆发 我就说 这个会比新冠 一下子会传开来 相对来讲会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这些不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时期 这是年代 可以看到同一个疾病 它的这个基础再生数 不见得会一样 意思就是说 基础再生数这种指标 它并不是百分之百是生物性的 同样一个传染病 同样一个病原体 它的基础再生数 会因人 因食 还有因地 而异 那这个原因 就跟我们刚刚 理解到这个基础再生数的决定因子 因为这些决定因子 大概病程长短是 可能跟生物性是蛮有关系的 但是像这种接触的频率 你可以想想看 这疾病是出现在很拥挤的城市 或是出现在 比较喊无人机的地方 它相对来讲它的传播力就会有所不同 就会有所不同 好 那对于一个新新传染病来讲 为什么我们知道 它的这个基础再生数会这么的重要 所以基本上 只要一个新的传染病 我们现在就是传染病流行病学家 我们基本上就有一个反射动作 只要一个新的疾病出来 大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去 很快的找出来 它的这个再生数是多少 那这个是跟我们17年来 就是17年前我们的SARS 这17年来 我们的这个流行病学家的精进跟训练 也是很有关系的 那我们稍微回到这个2003年 在2003年的时候呢 大概也是年底跟年初 2012年年底跟年初 这个新的感染症出来 那在差不多在2003年的5月 5月就是我们和平医院 风院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那应该是5月初的时候呢 就有两篇很重要的文章 发表在Science 那这是其中一篇的文章 那这两位刚好都是我的老师 Mark Lipsitch 在这次新冠也非常常发言 那个Megan Murray 她主要是做结合病 她是我的老师 那他们两位呢 在2003年的时候呢 就是当新兴传染病 SARS这个疾病出来 我们完全不知道 它到底它的再生数呢 是像流感一样 大概还是1或是2 还是像 糟糕一点 像麻疹 像是湿剂 这个不同的range呢 对于我们的公共卫生的防治的意义 其实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呢 在5月的这个 他们发表这个文章里面 他们估计出来 SARS的这个基础再生数呢 大概是在3 大概是3上下 大概2到4的这个范围 那在那个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 相对来讲是 我们把它叫做是好消息 为什么呢 至少它不是我们担心的 像水痘麻疹那样子 10或者是10几 因为如果是10或是10几呢 基本上你就是要等疫苗 大概就 我们人类 就是大概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如果是 像这种2 3的这种 的这个范围 那意思就是说 你看一个人可以传2个或是3个 意思就是我们大概要下降 50%或是下降 6 70%的传播 我们就有机会把这个疾病 把它控制下来 也就是说 在疫苗出来之前呢 我们基本上我们的武器 其实就是那些传统的武器 就是到今天还在做 隔离 检疫 待在家里检疫 戴口罩 勤洗手 这些到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 的这种手段 这种措施呢 在基础在伸数是2到3的这种情形呢 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控制下来的 那这个文章发表在5月嘛 那果然在当年的7月左右呢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疫情 就已经得到了一个相当好的控制 所以这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知道 一旦碰到新兴传染病 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它的传播力 它的传播力到底是有多强 那这边也讲一个小的插曲 在2003年 我把它称为SARS 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2003年的时候呢 刚好我人就在这里 这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 我就在这边念传染病的这个硕士 那在那个当下 就是虽然在美国 它的疫情不是非常严重 但是我从媒体跟网络 就知道台湾的疫情相当的严重 所以基本上在那一年呢 我就 其实我们是5月6月去毕业 美国还是有毕业的 但是我就决定不参加那个毕业 所以我大概课一上完 我就第二天就坐飞机回来 那回来做什么事呢 我就在这个 那个时候叫做疾病管制局 我就马上去那边报到 就去那边当这个Volenteer 当义工 那因为我本身有医学的背景 跟这个流行病学 那我在那边 到后来在做什么事呢 我每天就在做一件事 叫做打电话 打电话聊天 不是随便聊天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疫情调查 所以呢到今天还是一样 就是在新兴传染病里面呢 其实就公共卫生的防治里面呢 疫情调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些 这个新的传染病一些 我们非常重要的讯息 只有透过这种 流行病学的疫情调查 才能够很快速的掌握 那我等一下会举一个 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很有意思 所以到后来呢 我就对这个传染病 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 所以我就从硕士之后呢 在台湾 当然医生几年 后来又回去念了 传染病流行病学的博士 从此我就 我就 等于是又走上 这个传染病的流行病学 那刚好17年后 学了这些东西 现在还有一些用处这样子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所以这03年我的毕业典礼就消失 那今年可能很多的同学 很多的学生毕业典礼 也许会跟他们 其实在欧美很多毕业典礼 都是取消 或是变成线上 那我们台湾可能也会变成 非常少数 或者是一种管制的方式 那我想今年很多人 都会或多或少 都会留下一些 很特殊的这种回忆 很特殊的经验 那也许 这样子的经验 后续会对 特别是年轻人 可能会相对来改变他的一生 甚至都有可能这样子 那因为我还是很想去 这个毕业典礼 所以我又决定跑来去念了个博士 所以终于我在2009年 终于我就参加了这个毕业典礼 所以今年如果没有办法毕业了 你可以再进修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好那回到这个基础再生数 那基础再生数呢 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它是大于一 或者是小于一 那因为基本上 我们讲一传十 十传百 所以这个R0 只要基础再生数 只要它是大于1 它的疾病的趋势 就会呈现一个 我们数学上面叫做指数 那指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用个简单的图形 比如说 我们的新冠 我们目前的理解 它的基础再生数 大概是2到3的这个范围 可能是比较靠近2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当一开始 就算你只有一个人有传染力 那过了5天 我们现在大概目前的认识 它从第一波到第二波的时间呢 它大概只要5天 其实是蛮快的 这个疾病是很厉害 有点接近这个电影的等级 像SARS大概需要8天到10天 那这个新冠只要5天 所以5天之后呢 就会从1变成2 那看起来都会还好 那10天 10来天都还好 但是当你到 一个月后 它就会变成了 是128个人被感染 就是这种所谓的指数的成长 你可以想象 再过一个月 它就是用千 所以用一个数量级 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去 去来跳跃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这种指数成长 给我们传染病防治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英文叫做 Hit early Hit hard 就是你要早期的介入 而且要介入 而且要强力的介入 因为你可以想象 在这个10天5天的时候呢 你强力的介入这几个人 跟你如果你一旦延迟了一个月 两个月 你可能你要面对的那个规模 就是数百倍跟数千倍 的这样子的规模 那比如说100个人被感染 那每一个人你要追踪50个接触者 那你基本上公共卫生的体系 就很容易被瘫痪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实际的资料 那其实也不意外 就是在不论是在 像是欧洲的英国 我们亚洲的新加坡 他们都是非常 公共卫生体系非常健全 非常好的这种国家 俄罗斯 那他们的这种 这个疫情的趋势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都不是线性 都是一个非线性 就是所谓的这种 指数的成长 指数的成长 那这个图的后面 有做一些预测 不过我请各位先不要看 因为预测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困难 那来看一下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的疫情的趋势是 大概一二月的时候 都是这种零星的这种个案 那在三月的时候 有一波这样子的 这个蓝色 蓝色就是主要是境外移入 那个橘色才是本土的个案 那在三月的时候 有一个如果你乍看之下 好像也是指数成长 好像也是指数成长 在比如说三月初的这段时间 那你会不会怀疑就说 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台湾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有效再生数 其实是大于一的 所以它才会指数成长 那答案其实不是 因为我们有去用一些 这个数理模型的方式去推估 我们台湾的再生数 是红色的这条线 红色这条线 那绿色的这个虚线 就是再生数是1 所以基本上这个 这个数字假如在1以上 这个线如果在1以上 就是它可能有超过1 那事实上在三月 跟一直到我们现在 我们台湾的这个有效再生数 大概都比低 而且是低蛮多的 所以其实三月这一波是什么 这一波它其实不是 所谓的一川十四川白 它是境外移入 所以它的 它这样子指数成长 反映的是国外的个案的指数成长 那跟什么 跟我们回来的人潮 回来的人潮的这样子的一个增加 所以在解读上面 也是要稍微再小心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新冠的上一个 我们说百年一件 那这个100年之前 大概一个很有名的流行 就是所谓的 很多人把它叫西班牙大流 西班牙流感 流感的大流行 那这个西班牙流感 它事后看来 因为是100年前 有很多的分析 它大概感染的人数 跟造成的死亡 都是相当的庞大 那造成的死亡的人数 从事后的推估 大概是4000到5000万死亡 大概相当于两个台湾 而且那个时候全球人口 大概可能十几二十亿而已 所以造成的死亡人数 相当的庞大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海报 就在这个是美国 在那个年代 西方社会他们是戴口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过了100年后 他们是排斥戴口罩 这个很有趣 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 他们是叫他们要戴口罩 那这个也很有趣 这个在讲说 请大家不要打电话 什么意思 请大家不要打电话 因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接线生 在那个时候打电话 是要靠接线生 很多接线生都生病 很多接线生生病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像平常那样 使用电话的时候 这个电话系统就会被瘫痪 但是电话系统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能 像他讲 跟战争有关系的 跟医院有关系的 他们会需要打电话 所以其实跟我们把口罩 一开始要留给最需要的人一样 他一个新的传染病 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威力 他会在短时间内 让一些很重要的生活机能 会把他瘫痪 那在那个年代 我们看到还不是医院 就是看到这个电话系统 接线生被瘫痪 被瘫痪 那我们可以来猜一下 猜一下1918年的流感 它的基础再生数是多少 因为我们说它是百年一见 那它造成了4000到5000万人的死亡 它到底是像一般的流感 大概它的基础再生数 大概是1到2 1到2不是非常的强 那它是像一般的流感一样 差不多是这种2、3以下 或者是像比较强一点 像艾滋病 结合病是3到6 甚至是像麻疹这种10以上 也许在线上的同学 观众可以来猜猜看 有讲真打这样子 答案 答案这个不是我讲 答案其实是 有一篇paper 在2004年的Nature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老师 Lipsitch他们做的 用美国在1918年的流感的这种 疫情的趋势 他们得到一个推估 应该是蛮正确的 就是但是也让蛮多人跌破眼镜 就是它的这个基础再生数 其实并没有特别高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2 2、3这个range 大概是2上下 所以没有特别高 并不是像麻疹一样 所以它厉害的 并不是它的基础再生数很高 是它的所谓的致死率 因为它的 它跟一般的流感不一样 它影响的是各个年龄层 然后它的致死率又特别的高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 其实基础再生数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以我们新冠来看 新冠2.2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高 我们刚刚讲的 SARS大概是3 新冠也没有比SARS高 也没有比它高很多 它的致死率也没有比SARS高 所以第一件事是看 所谓的致死率 致死率 所以白话的定义就是说 在那些被这个疾病 被这个病毒感染的人里面 有多少的比例最后会死亡 这个叫致死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数据 就是我们说今天 截至今天为止 COVID-19造成的感染的人数是391万人 这个是今天早上我查的数据 然后目前有27万人死亡 那我们常常会看很多的报导 或是很多的这种 从国家或全球来讲 会这样做个很快的估算 这个所以致死率就是 27万除以391万 等于大概是7%这样子 这很常用的一个数字 不过这样一个数字 其实跟真正我们想要研究的 想要了解的致死率有一个 其实有很大的差距 那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分子的问题 分子就是那个死亡的人数 那基本上这个分子呢 很多时候都是被大幅的低估 低估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391万人感染 特别是新兴的一个感染症 很多人都是最近才被感染的 这个状况之下 他感染之后 并不大部分的情形 不会马上死亡 特别是以新冠 因为新冠他会一开始是用轻症 来表现 所以从感染到死亡 平均是要差不多2到3周 在台湾可能要更长 如果你的医疗是发达的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391万人 如果你好好的追踪 追踪到足够久的时间 他死亡的人数一定不只是这二十几万 这二十几万只是到截至今天为止 如果你同样这391万人 你再追踪一个月 可能这死亡人数 两倍甚至三倍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分子首先 就有蛮大的问题 那分母的问题 可能还更大 那分母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大部分 特别是像新冠这种 主要是用轻症来表现的感染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 确诊 确定感染的人数 都是所谓的这个冰山的一角 冰山一角 就是说他要症状到够严重 到他会去求医 就医 然后就医之后呢 他要去检验 那检验的敏感性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有时候检验他会有这个胃因性 所以我们真正要知道这个分母呢 可能要做我们讲 讲什么抗体的检验 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而且是事后感染 但是在目前看来在很多 在一些欧美国家 他们做的这样子抗体 普遍的这样子筛检呢 都发现说 我们这样子用确诊人数去估这个感染人数 大概都是 大概都是差十倍到甚至百倍 就是几十倍 大概都低估几十倍的这个一个range 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被感染人数可能是远大于此 所以结论就是分子也低估 分母也低估 我们真正要知道他的所谓的致死率 还需要透过一些比较 不是这么简单的计算的方式 要同时考虑分子的低估跟分母的低估 那除了致死率之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把它叫做疾病的动态传播的一个特性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拿新冠跟SARS来比较就好 我们新冠他的基础再生数 我们刚刚讲的并没有特别高 差不多2到3 然后致死率也没有SARS这么的高 但是为什么看起来我们觉得这个新冠 比SARS会严重这么多 而且在短时间内会 扩散到这么多个国家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动态传播的一些特征 那什么叫做动态传播的特性呢 我举一些例子 我们流行病学家一直在问一些 这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无症状的感染是不是存在 那COVID-19我们大概现在发现的确是存在 那除了无症状感染之外 那一个有症状感染的人 他在他症状出现之前 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传染力 也就是说他在他本身 虽然他之后会出现症状 但在他症状出现之前 会不会有传染力 那以及他在症状出现之后 传染力是会越来越高 随着这个病情的越来越严重 理论上好像会 但是也不一定 那再来或者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会去传播 或者是被传播的风险 会是最高的 那这些几个 我把它也称之为很关键的问题 就会影响到一个疾病 他到底 一个新的传染病 他到底多容易传播 多容易传得出去 跟他到底容不容易被控制 容不容易被控制 那就是在这些的传播特性里面呢 这个我们的新冠 就是超越了我们的 旧的SARS 超越了他的家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比较早期 在2月的时候 在一个我们医学里面最重要的期刊 叫新伊格兰医学期刊 他做的这种病毒学的研究 所以他看的是 就是这些确诊的个案 他在这个个案 他的出现症状的不同的时间点 所以这个横轴呢 是他症状出现的不同的时间点 那去看来说 在不同时间点 他如果去做病毒的定量 采样的定量 用我们这个叫做PCR 去做一个定量的PCR 那所以这个歪轴呢 你可以想象就是病毒量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对这个新冠来讲 他的病毒量 是早在他症状出现的 甚至在第0天 就是他刚出现的第一天 或是刚出现的那前几天 其实他病毒量就已经蛮高了 甚至是跟他后期比起来 如果过了一周 甚至两周之后 其实他的病毒量就相对是会低 而且是低蛮多的 这个蛮有意思 就是说好像他在 而且你如果在第0天 病毒量看起来这么高 你大概就会去怀疑 会去猜测说 那前一天 会是零吗 也许不会 因为 第0天就已经这么高 也许他前一天 他就有一定的这个病毒量 甚至他就可能已经开始会 传染给别人 不过这个是病毒学的研究 我们只是看说他这个病人身上 带的这个病毒 那真正要去 从实物面 或是实际上回答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资讯 那是什么资讯 就是我刚刚讲的打电话 打电话就是疫情调查 那为什么疫情调查 能够回答这些资讯呢 我就来举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是大概就一个礼拜前 就是5月1号 我们台湾的研究团队 所发表的一个论文 那就是由我们台大公卫学院 跟这个疾管署 疾管署的疫情中心 那主要是这位郑浩原医师 那跟我们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就想要回答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从这个症状出现 之前跟之后 我们都去看 那如果你的这个 我们叫做接触者 因为疫情追踪 就是去看那些接触者 他们在什么样的时间 接触到了这个指标个案 然后跟去追踪这些接触者 他们到后来有没有发病 那就是透过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的疫情调查 我们能够 台湾其实能够收集相当好的资料 去回答这些很重要的问题 那因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在 在这个 刊登在这个叫做 美国医学会的这个内科医学 是一个很重要的期刊 那在同一期的这个 期刊里面呢 他的这个编辑就写了一个 所谓的评论 这个评论就在讲说 接触者追踪 然后检验 跟新冠肺炎的控制 他就写说 Learning from Taiwan 表示我们台湾的经验呢 其实蛮多国家都在注意 都在注意 那当然我就是要 首先要感谢 其实会有这么样完整的资料 是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 其实都有非常多 非常辛苦的疫情调查的团队 那基本上他们是 就是7-11 就是什么时候一有疫情出来 他们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 就要很快速的就先掌握到 这些所谓的接触者 然后在大概一天两天之内 就要完成一份非常完整的 这种接触者的疫情调查 没有这些 这种团队的调查 我们台湾是不可能有 这么好的疫情控制 跟这么宝贵的资讯 所以稍微来讲一下 就是这种接触者 这个调查的一些重要的发现 那什么样的接触 什么样类型的接触呢 它的风险会最高 那简单讲就是 同住或者是非同住的家人 它的风险是最高的 所以大概 这个是同住 同住的家人 这个非同住的家人 那他们的接触者里面呢 后续会发病 后续会有症状 而且发病的这个风险 大概是5个percent 就是说100个接触者里面 100个家人的接触者 大概有5个会发病确诊 那我们也很关心像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 大概也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不过它的风险大概就是 百分之1 百分之1 大概是1个percent 那至于其他 其他就是像 比如同班上课的 同学 或者是 这种同事 就是不是家人 也不是 这个同一个工 这个 医护场所的接触 相对来讲 它的风险又低非常多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接触者的分析 也让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传播 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说 会不会去哪里 好像跟人家稍微碰到一下 或者去买个东西 或者去什么 坐个车 好像很担心自己会得到感染 那以我们这种本土的接触者 调查看起来 其实他大概 这个是已经确定 已经确定跟 有 确诊的个案 而且是 他已经被匡列叫做接触者 接触者就是说他有跟他 至少面对面 有达到15分钟以上 的这样子的距离 以这样子的接触者来讲 他的发病率大概是1%不到 100个 不到一个 而且是以 我们这边看到 就是家户 就是家人的风险 会是 最高的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最想要回答的问题 其实是 症状的出现前后 跟症状出现 就是跟这个时间轴来讲 到底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这个传播力会是最高的 那基本上我们主要发现就是 左边的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就是蓝色的这一条曲线 蓝色的这条曲线 所以 基本上 这个 横轴 横轴还是一样 就是从他指标个案 就是那个 确诊的个案 从他有症状出现的那一天 算起 所以这个0到3 就是从他第0天算起 前三天 就开始跟他有接触的人 他的发病率就蛮高的 然后一样 4到5天就开始有接触的人 也是蛮高的 那蛮有趣的就是说 一旦他过了大概 比如说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大概 台湾我们追踪了2700个 这种接触者 大概有800多个人 他是在一周之后 5天以后 才跟指标个案有接触的 那这些800多个人里面 没有一个人 后来有发病 跟确诊 也就是说看起来这个疾病 他蛮特殊的 就是说他在症状出现的早期 他的传播力 是最高的 甚至我们看到什么 这个小于0 小于0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他的症状 如果他开始接触的那个时间 是在这个指标个案出现症状之前 就开始接触 那他的传播力 其实跟这个早期的 就第0天 第45天 其实是蛮接近的 就代表说 这跟我们刚刚 这个在病毒学里面看到的这种 研究其实是蛮一致的 就是很早期的时候 甚至第0天 或是第0天之前 那后来陆续有一些研究 他们发现在第0天之前 这个病毒学的确看到了这个 这个 代原者体内 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病毒 好 所以 就这一点 就这个病毒的传播来讲 新冠肺炎跟SARS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那 所以左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新冠肺炎的 传播力的一个趋势 他是在这个症状出现的早期 跟甚至是症状出现之前 传播力是最强 那我们对SARS的了解又是怎么样 那这个是SARS 也是一样在2003年 就是刚刚讲那个Lipsitch 我的老师他们在Science那篇文章里面 他们去看这个SARS的个案 跟他接触的人 到底是在这个 这个什么样的时间点 他的传播力是最强的 那很有趣的是 他们发现在对SARS来讲 这个横轴一样是 就是症状 症状出现 症状出现的前四天 甚至前五天 基本上 基本上他的接触的人都不大会被感染 是到大概第五六天 甚至到八天以上 他的这个所谓的被感染的人的比例 才快速的这样子在增加跟上升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代表说 对于SARS来讲 我们其实有一段 所谓的空窗期 这个空窗期 其实是对于防治来讲 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他出现的症状 而且SARS的症状 其实很多时候是蛮明显的 就是发烧 很不舒服这样子 那出现症状之后呢 其实大概有四到五天的时间 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就是症状的筛检 或者是这个感染的个案 他本身觉得蛮不舒服的 他就跑去就医 然后就可以确诊 甚至是怀疑 因为他有发烧吗 还有症状 就把他进行一个隔离 所以对于SARS来讲 我们所谓的这种发烧筛检 跟病患的隔离呢 可能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所以这个基本上也是SARS 在2003年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在 甚至是全世界 在几个月之内呢 就能够很快速的 把它控制下来的一个原因 那这是SARS 可是新冠 COVID-19就不一样了 因为COVID-19我们看起来呢 特别是我们这个本土的资料 告诉我们 他不只是在症状可能前几天 就有传染力 而且我们现在知道 COVID-19他的症状呢 其实都是大部分 大概八成的这个患者 都是所谓的轻症 可能就是像感冒一样 有一点点不舒服 那不一定会发烧 那只是有一点轻微的不舒服 甚至有些人是没有症状 那就算是有症状的这些人呢 当他在症状出现之前 我们刚从这个我们台湾的资料就发现 在他症状出现之前呢 也可以传 也有可能可以传 所以你来想想看 这个 这种病要怎么防呢 就很头痛了 你单纯只是用发烧筛检 跟隔离 就有症状的人我就把它隔离 或确诊的病人把它隔离 对于这个新冠来讲 其实是难度会高 非常的多 因为你个人不知道隔离谁 他没有症状 或者是很轻的症状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说 这也大概解释了就是为什么COVID-19 新冠到目前为止 从他1月出现到现在5月 不仅没有趋缓 全球这个趋势还是非常的严峻 还在增加当中 因为他的防治会需要 不只是这种所谓的症状的筛检跟隔离 我们会需要 我把它叫做更广泛的一些防治的手段 更广泛的手段 那这个是我们的好朋友 在北海道大学西普博 Hiroshi Nishiura 他们的也是一个 在2月的时候一个早期的研究 他们用不一定的方法 但是也是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论 就是说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个案 他的这种传播 对于新冠来讲 他是出现在症状出现之前 症状出现之前 所以我们的防治呢 不能完全只依赖症状 一定要更积极 就所谓的超前 一定要超前 好 那 所以大概 刚刚就试图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星星传染病 他的传播力到底会有多强 怎么样传播 好 那下一个问题 这个病情到底会多严重 到底会多严重 好 那 在那之前呢 因为我们可能要先再回顾一下 刚刚讲的这个基础再生素 基础再生素 那基础再生素指的是 如果各位还记得 就是一个指标个案 他如果再完全都是易感受 就是全部都没有免疫力的这样子的族群 一个人可以传给几个人 这个是基础再生素的定义 但这个定义呢 有点奇怪 他的奇怪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知道随着疫情的演进 那 如果这个 新冠没有做很好的防治 那 其实在人群当中呢 逐渐就会出现 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 甚至有的地方 他们已经发现就是 曾经被感染的人数 可能已经到了10% 甚至20%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意思就是说 随着这个疫情的演进呢 我们不会期待说整个人群当中 每一个人全部都是 都是所谓的易感受的 全部都没有免疫力 那所以随着疫情的演进呢 可能越来越多的人 会逐渐产生了这个 所谓的免疫力 免疫力 那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疫情的 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史 自然史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介入的话呢 那这个疫情的趋势会怎么样的进行 那我们有个简单的这种卡通图来表示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白色这个圈圈呢 是指的是它从来没有被感染过 就是叫做易感受 没有被感染过的 那红色的圈圈就是所谓的指标个案 它正在感染而且有传染力 那这个灰色指的就是说它已经曾经被感染 而且有免疫力 那新冠到目前为止还不确定 但是我们比较多的科学家认为 至少它会有一段时间的免疫力 会有一段时间 希望如此 那所以如果我们把人分成这三类 就是没有感染过的 易感受的 正在被感染的 跟已经感染过的人 那一个疫情呢 它大概会走向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那在疫情的初期 疫情的初期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 他接触到的所有人呢 都是怎么样 都是没有被感染过的 所以只要被接触 他的就相对来讲 就很容易被感染 那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什么阶段 指数成长 指数成长 所以像这个第二 在一开始跟疫情的早期 都是一传多 所以就会呈现指数成长 如果他的基础再生数是大于一 那随着这个疫情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做 就让他这样子烧下去呢 那somehow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呢 因为你大概就是会慢慢累积灰色 就慢慢累积这些 这个曾经被感染过的人 所以大概什么时候疫情会到 我们叫做peak呢 疫情不会永无止境 它还是会到peak 它会到这个到顶 或是开始反转 什么时候开始反转呢 就是当你大部分的人 都已经怎么样 都已经得过的时候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指标个案 它大部分接触到的人 都已经得过了 只剩下这个人 这个人没被得过 所以他就 一个人就只能传给几个人 传给一个人 所以在一传一的时候呢 这个疫情就是到底 因为这个你用数学来想 就是它的邪率就是零 一只能传一 一再传一 所以就要到顶 而且它到顶之后呢 大概很快就会下降 因为它随着这个 这个有免疫力的人 再继续的累积 再继续的增加 到最后呢 一个人能够传出去的个案 就会平均是小于一 小于一的时候呢 这个疫情就会开始往下走 就会开始往下走 所以这个我把它叫做 疫情的自然史 那所以这个自然史要怎么走呢 很大一部分 会取决于它的 这个所谓的基础再生数 R9大概是多大 那其实我们的 传染病的这个流行病学 有蛮多的研究 都是在看说 这个如果你的基础再生数 大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假设你的疫情 假设你什么都不做 到最后会有多少人被感染 所以基本上 以我们这个新冠 以这个COVID-19来讲 如果真的什么都不做 大概会有大概六到七成 六到七成的人口会被感染 这个当然是所谓的最糟的情形 那你可以想象 因为基本上 一个人可以传两个人 所以你必须要累积到 够多的人有这个免疫力 也就是说你要感染到够多的人 这个疫情它才会 慢慢的停下来 所以一定是一半以上的人 会被感染 这个疫情才会慢慢的趋缓 这样子 那最近也 大家很常讨论 就是这个什么佛系 佛系防疫跟群体免疫 那其实这个群体免疫 它的概念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疫情的自然史 是相当的有关系 那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做群体免疫 假设 我们这边一个新兴传染病 它的基础再生数是4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传 4个人 那这4个人可以再传 就变成16个人 这是指数成长 那今天呢 假设 所以左边这个情形是 Do nothing 我们什么都不做 让它自然的延烧 那右边这个情形是 假设你的群体里面 有一部分的人 已经有了这个 所谓的抗体 已经有了免疫力 那这个免疫力的方式可以是 有可能是他们以前得过 或者是有可能是他们有打了疫苗 那假设 平均4个人里面有3个人 都已经有了疫苗 有了免疫力打过疫苗 那他原本一个人要传给4个人的 他就变成只能传给一个人 我们讲一传一 那这一个人呢 他再传下去呢 也只能传给一个人 所以这个疫情基本上 就不会呈现指数的成长 跟左边这个情形 就会好很多 就会好很多 那明确的讲 什么叫做群体免疫呢 群体免疫其实指的是这个 指的是这三个人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三个人呢 他其实是没有免疫力的 你可以想象就是他没有打过疫苗 但是这三个人呢 在疫情的结束 他们回过头来看 他们其实到后来并没有被感染 跟如果说大家都没打疫苗 大家都没有群体免疫的话 这三个人本来被感染的 那到后来 为什么他不会被感染 因为他躲在什么 他躲在其他人的后面 其他人 当你的群体里面呢 有足够比例的人 有足够比例的人 他已经有了免疫力 有了抗体 那这些人就很像是一个 很像是一个墙 很像是一个铜墙铁壁 让这些有传染力的人 有传染力的个案 他跑出去要传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是无效的传播 他接触到的人都是 大多数是这个已经有了免疫的人 所以这些没有免疫的人 反而就躲在他后面 变成了被保护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平常 在讲说打疫苗的重要性 打疫苗并不是要每一个人都打 当你疫苗的覆盖率 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有所谓的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就是让 甚至你没打疫苗的人 也会产生间接的保护 那不过回到我们这个佛系 佛系防疫 那我们刚刚讲 造成群体免疫的方式 有两类 第一类是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自然感染 如果你把一个新的传染病 你把整群人都走了一遍 那也会有群体免疫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在疫情的最后大概可能 大概六到八成的人会被感染 以这个新冠来讲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 疫苗施打 疫苗施打 那问题就是在于说 对于这个像COVID-19 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来讲 那要完全透过自然感染来达到群体免疫是一个选项吗 是一个选项吗 那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很清楚 如果你要完全都没有介入 让他透过自然感染的话 面临到的情形就是像现在欧洲跟美国 其实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介入 他们已经有介入了 那因为以这个新冠来讲 他的这个传播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讲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只要五天 他的速度快 然后呢他的 虽然他的致死率不是太高 但是也是大概是零点几个percent 你应该想像一千个人可能就会死亡几个人 所以如果同时有几千跟几万的人 那死亡之前一定很多人可能是要住在家务病房 要用呼吸器 那今天看到甚至连洗肾机都不够 因为很多人要洗肾 所以对于这个COVID-19来讲 如果我们让他走这个自然感染 或者是他们叫做佛系的这样子的路线 那不是一个选项 因为在自然感染 每个人都被感染完之前 我们的医疗体系就会被 就会被瘫痪 那医疗体系瘫痪 他的后果其实是很严重的 因为他影响的不只是新冠肺炎 因为平常医疗体系 并不是只有拿来照顾新冠肺炎的病人 平常很多病人会需要住院 会需要住家户病房 那这些病人 一旦家户病房通常都被 都被占据之后 那他们生病要怎么办 是非常的危险 那另外举例来讲 比如说隔离病房 很多新冠要去住隔离病房 平常隔离病房 也不是空在那边 很多的其他的传染病 像我做了结合病 结合病它就是一个空气传播 他们才是最需要住隔离病房的 但是因为新冠的关系 很多结合病的病人 可能会被需要去住其他的单人房 不是隔离的这种单人房 那这样子对所谓的感染症的 这种预防跟控制 也是会可能带来一些风险 所以简单来讲 这个群体免疫是非常的重要 那它是一个观念 但是以COVID-19来讲 就基本上没有所谓的佛系防疫 并没有哪一个国家觉得他们是佛系 那造成这个群体免疫 最好还是透过疫苗的施打 不要透过自然感染 对于COVID-19来讲 那不过问题来 如果我们要等疫苗 在疫苗来之前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就是下一个问题 最好最终当然就是疫苗 跟可能是抗病毒的药物 但是在那之前 我们能做的防疫措施 是什么 那这些措施的力道 到底要多强 要强到像封城这样子吗 那跟这些措施 现在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到底要维持多久 到底是要永无止境的做 还是要做了多久之后可以停 那这个大概是目前 因为大概一跟二 我们大概都解决了 现在各个国家 目前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三 到底防疫措施要怎么样做 那防疫的措施 首先我们要想想看它的目标 防疫的目标 就新兴传染症来讲 就是要把这个基础再生数 下降到1下 我们记得如果是1以上 它就会指数成长 会非常的可怕 但是如果能够降到1以下 那就算我们现在可能有几十个 甚至几百个个案 如果它的平均的再生数 是在1以下 其实我们会相对来讲 就比较不担心 那问题来 以这个COVID-19它这样子 早期传播的特性 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如何做 那如何做呢 基本上我们就要想象说 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个 基础再生数 这个R0 它的决定的一些因子是什么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 接触频率 或是接触完产生之后 产生感染的这样子的几率 跟病程的长短 那这几个因子 其实它后面都有很实物的一些意义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介入 基本上就是要 针对这几个面向去着手 比如说病程的长短会影响基础再生数 我们就尽量要怎么样 缩短它的病程 怎么样缩短 缩短的意思就是说 但用病毒 用药物治疗也可以缩短 但是别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能够真的很早的发现病人 让他隔离 也是一种缩短病程的方式 因为他如果自己 跟别人都没有接触 那他能传染的病程 就会大幅度的缩短 不过这个就新冠来讲 我们刚刚的讨论就发现 非常困难 因为他在症状出现之前 就会传染 就是有病程 那甚至在很轻的症状 症状的出现的早期 就会传染 所以这个要再进一步缩短 相对会比较困难 那有没有办法 同样是有接触 我们能不能让他 变成是所谓的无效接触 接触之后 让他造成传染 造成传播的几率减少呢 答案是有 答案是有 而且这可能是我们台湾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 怎么样能够做一个阻隔 同样是接触 同样是密集的空间 同样是接触 我们怎么样来减低 第一他传播的几率呢 答案当然就是戴口罩 那戴口罩 一方面是保护那个戴口罩的人 另外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减少他 如果戴口罩的人本身有传染力 特别是像这种新冠 他是用所谓的飞沫 飞沫的传播 所以他会减少这个接触 之后他会有效传播的这个几率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所谓的接触频率 那接触频率如果能够下降 当然也是会很有效 那怎么样能够降低 人跟人之间的接触频率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ing 社交距离 基本上的目的就是让 人跟人之间的接触频率 下降到一定的程度 甚至下降到接近是零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台湾的疫情的趋势呢 再回顾一下 我们基本上从 大概2月底3月之后 我们的这个 红色的这条线 我们的再生数 基本上就已经是 比1还低 比1还低 那过去已经26天 没有本土的个案了 那我们成功的原因呢 基本上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是我们做边境的防堵 就尽量减少境外移入的个案 但是要记得 边境防堵呢 基本上对于在社区里面 的这个再生数 遗传给己是 其实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防的是个案进来 一旦进来之后呢 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们靠的是 这个早期的诊断 去阻断传播链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叫做接触者追踪 我们早一点去找到 这个确诊个案 他接触哪些人 那些人呢 不管是他已经发病了 或是还没发病了 进行一个所谓的隔离跟检疫 那跟 我们讲了 甚至是做一些行为的改变 包括维持社交距离 跟戴口罩勤洗手 那这个二跟三呢 才是我们去维持这个本土 本土这个基础再生数 小于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重要的关键 那最极端的做法大概就是封城 因为封城 如果你把每一个人都限制 他只能在家里 不能外出 那理论上 你能够把接触力降到非常的低 降到除了跟家人之外 几乎是零 但是 但这种做法到底多适当 因为 人是一个 渴望自由的动物 所以你要到底 就算你要封 那配合度是怎么样 而且能封多久 那我们最近在 其实在欧美 其实陆续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这样子的声音 就是有很多的抗议已经跑出来 虽然也许政府 他还在建议是要进行这样子 接近封城或者是居家 居家隔离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但是一方面是经济的影响 一方面是对于生活的影响 有很多人会出来这样子的抗议 所以这种封城或是极端的这种社交的距离 到底能维持多久 那其实在蛮多的研究都已经告诉我们说 如果解封 如果你封城的时候 也许是可以把疫情控制了起来 但是在解封之后 可能就会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波 所以这个是在英国帝国大学 他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染病的 树里模型的团队 那黑色这条线指的是就是 Do nothing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佛系 自然死 就是基本上就是烧过一轮 大部分人都会感染 那如果你是做这个橘色或是绿色 是所谓的这个社交距离 然后跟居家隔离检疫 在这个所以看到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块 蓝色的这个区块就代表说 当这个社交距离跟隔离检疫 还在进行的时候 那相对来讲能够把疫情压到 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程度 非常低的程度 但是一旦解封 所以这个一旦你的蓝色区块过了之后 可能前面会有一个几周的蜜月期 因为它还在指数成长 但是一旦你解封之后 如果你回到原本的这样 整个人之间接触的频率 那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 以这样子的我们这个COVID-19 它传播的特性 那这样子的数理模型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很可能预期会看到第二波 会可能看到第二波 所以解封呢一定要很仔细的去思考说 一旦社区里面还是可能有零星的个案 那如果它基础再生数还是大于一 它还是能够一传大于一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伦敦他们的团队 就提出一个建议一个想法 就是说是不是用疾病监测来指引这个封城的强度 所以那疾病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去看说 在这边它用的是这个加护病房 到底有没有被塞爆这样有没有被爆满 一旦加护病房的人数 所以这个蓝色的区块就是在封城 你可以想像是封城 一旦解封之后 所以封城这个个案会慢慢下降 一旦解封之后呢 这个住院的人数就会慢慢的增加 一旦增加到一定的这个预值 一旦到预值之后 它要再赶快再进行一个比较严格的措施 然后疫情就会再慢慢下来 然后下来之后就再喘息一下 又再解 但解了之后又慢慢上升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这种周期性的解跟放 这个是伦敦帝国大学他们的一个模型 那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希望不会要走到这个地步 因为我们事实上离这个还蛮远的 我们应该是好蛮多的 那这两天我们的疫情中心就推这个所谓的防疫新生活 防疫新生活的重点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也许我们可以慢慢回归所谓的正常生活 但是这个正常会变成是一个新的正常 他们叫New Normal 那重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持某种程度的行为的警觉跟维持 那一方面我们政府就是防疫单位在做的 就是个案的发现隔离检疫会继续做 接触者追踪会继续做 但是同时我们这种民众的配合也是相当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新冠它就是特别容易传 在早期的症状就会传 所以有哪些可以配合的呢 就是像保持在人潮涌起的地方 还是尽量戴上口罩 然后在用餐的场合保持一定的距离等等 那所以这种防疫的新生活 我们也许可以透过这样子行为 不只是疾病监测 我们可以监测我们的健康行为 所以在我们真正出现大规模的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看说 到底在比如说人潮涌起的地方 大家口罩使用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甚至可以透过一些大数据去看说 这种人跟人之间这种拥挤跟密集的程度 特别是在一些假日 或特定的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场合 我们可以去做一种的监控去看说 我们台湾的 因为这种东西基本上它都是动态的 它不会是一个 我们疫情严重的时候大家都很乖 但是疫情慢慢松懈的时候 也许口罩就会慢慢减少使用 那人跟人之间又会密集接触等等 如果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及时的 行为的监测跟掌控 其实我们能够去 比较精准的去调整 在疫情的不同的时期 做这种行为改变的介入 它的力道跟它的强度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议题 就是包含说 这个碰到一个新兴传染病 我们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它的传播力到底是有多强 那它的传播的方式 它传播的形态到底是怎么样 那个疫情它如果来 它可能会多严重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如果你做了某种程度的介入 你能够把它减害 减缓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如果是防疫来讲 我们碰到像这样新兴的感染症 在疫情趋缓 在你疫苗出现 在你的所谓的一个抗病毒的药物出现之前 那我们能够做公共卫生上面 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措施 那这些不同的措施呢 力道到底相对要多强 才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再生数降到小于一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到底要维持多久 那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这样子 那所以回到 其实孙广长一开始有讲 就是我们这个人类 这个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我们跟微生物的战争 那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 因为不同的时候永远都会有这种新的感染症跑出来 所以这次不是最后一次 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每一次又每一次的都 碰到这种新的感染症 或者是叫再新的 旧的感染症 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们控制下来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我最后来提一个现象 就是对于这些 除了新新的感染症之外 那我们很多 其实人类目前造成人类最大的威胁是这些已知 就是旧的感染症 那对于这些 目前现存的感染症 我们大概就是手上的武器就是不外乎 疫苗 但是很多感染症的疫苗 其实是还在研发当中 或是不存在的 或是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武器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抗生素 或者是抗病毒药物 就是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预防生病 但是我们希望一旦诊断 一旦知道他生病之后 我们能够至少能够治疗他 然后减少 因为生病造成的所谓的致死率 所以抗生素其实是我们一个 人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现 培尼西林 就在也差不多一百年前 就是发现说 这个抗生素的使用 竟然能够下降 我们人类对感染症的这种死亡率 跟这个致病率 所以基本上在20世纪 人类的平均余命能够很大的进步 抗生素其实也是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过去很多时候感染症是不治之症 但是这个抗生素的普及跟使用 的确带来很大的帮助 但是另外一个隐忧是什么 另外一个隐忧是抗生素的抗药性 那这个图是在讲说 从2000年到2015年 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它的抗生素的使用量 抗生素当然是很重要 而且是很好的一个药物 但是如果过度使用的抗生素 因为抗生素它你可以想像 对于 还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我们要从细菌或是病原体的角度去思考 那对于病原体来讲 抗生素就是一种选择的这种压力 就是天折 selection pressure 当你用抗生素去给它一些 这种生存的压力 那病原体它要怎么样 它也要存活 它也要生存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突变 它就会mutation 当你没有抗生素的时候 它的突变的速度可能会比较慢 当你给它来一个外在的压力 给它一个环境的压力之后 它可能突变的速度就会增加 那甚至它在突变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一个 我们讲的就是天折 这是人为的天折 我们就会筛选那些 因为透过突变 而导致对抗生素 有抗药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 不论是细菌或者是病毒 所以你可以想象抗生素的使用 这是一个两面刃 谁能再周亦能复周 所以但是现状就是 在大部分的国家 除了这个蓝色是抗生素使用量下降 少数的国家 北美跟欧洲一些国家 日本做得很好 大部分的国家 其实就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其实抗生素的使用都是在增加 都是在增加 那除了人之外 这个农业用的抗生素也是在增加 而且这个增加更是快 那尤其是在什么 尤其是在靠农业为主要发展的这些地方 很多可能是所谓的中低收入的国家 那这个是跟饲养 家禽 chicken 禽类 然后这个是猪 然后这个是牛 所以可以看到 不管是哪一类的这种禽类 在抗生素的这个使用 农业用的抗生素使用 也是在逐渐的上升 那你也觉得 那这样农业用 反正是农用的抗生素 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 那关系可大 关系可大 因为事实上呢 这个抗生素的这种抗药性 它的这种抗药性的这个 这种基因 很多时候是可以在这个 人跟动物之间它做一些跳跃的 也就是说透过我们 因为基本上 我们还是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环境里面 比如说在污水系统 在自然环境里面呢 这个人的 会影响到人的这种病原体 跟会影响到这种动物的病原体呢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交流的 可以交流的 那我太太是维生物学家 他就在做这种的研究 他们发现就是说 在环境里面去采样呢 发现就是 环境里面找到的细菌 竟然对于 这个人的 使用这种抗生素抗药性的比例呢 其实是蛮高的 其实是蛮高的 甚至比我们人身上看到的 这种抗药性还来得高 所以 我们现在都有一个观念 我们叫做 他们叫防疫一体 英文叫做one health one health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 人呢 跟所谓的动物 跟自然的环境 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不能 人这个生物体不能独立于这个环境之外 不能独立于环境之外 如果 我们不去注意这种 不管是人的 或者是 或者是这种动物的 这种 比如说抗生素的使用呢 那到最后呢 可能最后反过来会影响的就是 我们人类这样子 我们人类 所以 也许 也许 我们一直想抗生素 也想要消灭 也许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这样 这种 这么多的微生物 而且是 新的一定会来 那很多存在在动物界的 生物界的 也很可能会跳到我们人 所以我们 我们一直想要去阻断 一直想要去消灭 也许 也许不见得是最好的策略 也许不见得是最好的策略 那这个是我的 很尊敬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长崎大学 长崎热带医学研究所的 这个三本太郎教授 他就写了一本书 是叫感染症跟文明 他就是从人类 人类最早出现的 这个文明史开始讲 然后在讨论说 感染症怎么样 因为人类的这种各式各样 从这种采集到 到这个农业到现在工业 怎么样去影响到我们的 这个感染症 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他得到一个结论 跟建议就是说 写在这边 叫做共生之道 共生之道 他觉得我们不应该 去想办法去消灭这些 微生物的 因为微生物它都会 它都会 英文叫adapt 它都会去适应 所以你想去 你越想消灭它 它就越会适应 那也许我们 应该想想看 我们人在 不论是有意或是无意的 这些 不论是跟医疗有关的 或是跟医疗无关的 在改变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的一些地貌 或是改变地球上面的一些 样态的时候 会对整个环境 以至于微生物 然后到最后会 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 所以现在 就我们公共卫生来讲 现在一个很 这些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叫做one health 健康一体 或是防疫一体 跟所谓的 星球健康 叫planetary health 就是说 我们想要 注意公共卫生的 我们要考虑的 不是只有人 要考虑的是星球 planet 是整个地球这样子 所以我想 我们从 也许这个新冠 看起来是非常的 惊人 但是它并不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科学的知识 它并不是没有办法预防的 并不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们台湾的经验 告诉我们自己也告诉全世界 它是有可能 可以控制的 可是在 从这次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百年一见的新冠 我们人类又学到了什么样的教训 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 也许是 我大概就是结尾 也跟孙管长可能一开始讲 就是我们人类真的是 地球里面的生物链里面 其中的一环而已 那一个小小的病毒 这么小的病毒就有可能 对人类 其实这个病毒对地球 没有什么危害 只有对我们人而已 就对我们人类社会造成 这么巨大 这么恐惧的一个危害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 敬畏自然 我们出发点就是要 敬畏自然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 和谐跟共生 我们不要认为人类是最大的 我们就是要排除其他 我们要跟其他的物种 跟其他的生物去共生 也许这样是 我们回应我们这个主题 就是我们人类这个 人类是 我们应该 慢慢要学到的东西 这样子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我 今天跟各位的介绍